大家好 我是陳俊泰老師 好 各位同學上課啦 哇 今天這個教室都坐滿啊 沒有人翹課啊 跟我平常的課完全不一樣啊 因為大家已經很好奇 大家都以為大學教授是不是都很厲害 其實大家誤會了 不是所有的教授都很厲害 像我啊 就蠻厲害的 因為我平常上課啊 現在上課很麻煩啊 我通常現在只要點名啊 學生才會來上課 我只要點名完 學生就消失了 我以為學生是來參加快閃活動的 所以我現在知道了 你怎麼樣提升學生 這個有上課的動機呢 很簡單 我就在學期跟學生講兩件事情 就沒有人翹課了 第一個 就是如果你翹課你就會 很少聽到我講的一些重要的事情 第二個 如果你翹課啊 我就盪掉你 哇 所以自然而然啊 每個人 學生都有很強的學習動機啊 哇 來上課 可惜我這學期啊 只有五個學生來上課 而且還有一個學生呢 一邊上課啊 一邊在吃橘子 害我也很想吃啊 那這五個學生怎麼辦 我就想說這個如果有人翹課 那人不就很少嗎 我有個想法 我決定我的課啊 來辦會員 學生每次來上課啊 上課也來幾點 這主意不錯吧 所以我第一節課就跟學生講說 欸 你們這五個同學啊 我們現在來辦會員啦 可是我想說啊 呃 這個辦會員的條件 只是非常嚴苛 我特意從你們五位當中啊 挑出你們五位 哇 加入我們的會員 哇 不容易啊 那我有注意到好像 是不是有重修的同學 沒關係 老顧客嘛 所以這個 免費幫你升級為金卡會員 這個 欸 不錯吧 如果你再次重修的話 下次我提早幫你報名 這個 不用客氣 而且你知道 加入我這個會員有什麼好處 我們有限量優惠 如果各位同學 你今天就加入我們會員的話 今天的小考成績啊 幫你打九折 哇 賺到喔 所以很多學生就想 欸 你看 考試是不是一個很容易 讓學生振作的方法 那我最近有遇到一些老師 他一直很擔心 會不會他退休以後 學生畢業以後 就不記得這個老師 他很擔心 沒有關係 我最近想到一個好主意 我建議很多老師啊 其實在他這個人生最後 告別式的時候 可以來辦考試啊 保證每個學生都不會忘記你 這個 不告別式的最後 師儀就講啊 我們這個家屬打理 發考卷 哈哈哈哈 而且因為考試的地點 就在臨堂啊 所以也是一種隨堂考試嘛 哈哈哈哈 考試的形式 其實大家應該很熟 就是那種技術學院的考試 只是人家說 你到底是去四季還是二季的考試 都不是 我是去公季的考試啊 而且啊 我這個公季考試 如果你一旦考得好 不得了 我會跟那個多藝一樣 跟你發黃金證書 金色證書啊 用我們金紙糊出來的 哇 感動感動 所以啊 大家想一下 欸 其實我一直在想啊 我們這個很多研究生 學生 考上研究所 其實他都很開心 因為他都覺得他可以找到 欸 指導教授 可以適得其所 對不對 但是後來很多學生 我發現他們都找不到老師啊 榴蓮師所 所以根本不是研究所 根本就是收容所啊 最近我更覺得 我根本就是 在一個托兒所裡面 所以我就覺得 我們當老師很像什麼 西遊記 大家知道 西遊記很像唐山杖 帶著徒弟們啊 去西天取金 因為教室裡面有學生像什麼 像孫悟空 這個毛很多了 還有學生啊 上課會吃橘子 竹八戒 哎呀 還有沙霧鏡啊 結果有人很久沒來上課 我也沒發現 差點忘了啊 不過最重要就是什麼 就是那一匹馬啊 很多老師都希望 可以找到一隻千里馬 我最近發現一個學生 我覺得他是千里馬 可是他後來研究所啊 考到成大去了 我只能祝福他 馬到成功啊 哎 那最近我發現 另外一個學生更厲害 這真的是千里馬 沒想到後來跑了兩圈以後 發現發現 其實是一隻草泥馬 因為我就叫他燒杯加熱一下 他就直接幫我火化了 而且做實驗的時候 我叫他配個容易 他都覺得不容易啊 而且他這樣也沒有辦法做酸鹼中和嘛 哎呀 枉費他家還住中和呢 哎呀 哇 我就想啊 這個同學 你連PH值都不會讀 你還想讀PHD啊 啊 哎哎 不過我想 我還是不能再酸這個同學了 因為他配的容易已經夠酸啦 哇 不過說實在啊 其實經過一年的時候 其實那個同學啊 他就說 哎 老師 我一年 這個實驗都沒有做出來 我覺得他很氣餒 我就跟他說 同學沒關係 因為在我們實驗室啊 通常學生第一年 實驗都是做不出來的 好 等到第二年的時候啊 他們就習慣了 所以 所以我相信你以後 也會習慣的嘛 不過我說實在 做實驗 尤其在我們國立 陽明 交通大學 應用化學系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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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麼低調你們都發現啊 哎 做實驗其實有很多的小秘訣要注意啊 做實驗 你首先要先設計 設計完要架裝置 裝置完要找藥品 藥品找完 升溫 升完反應 反應完降溫 降溫完萃取 萃取完乾燥 乾燥完過濾 過濾完濃縮 濃縮完真功 真功完 分離 分離完蒸溜 蒸溜完測光譜 哇 最後這個光譜圖拿來一看 啊失敗了 一天又過去了 哎呀這個 這個草泥麻又沒有草可以吃了 不過到這裡 還是要跟大家講一個小秘密 其實這學期啊 有一個政治人物有來修我的課啊 我後來就看了他的其中報告 我就說 哎 你這個報告是不是有抄襲啊 沒想到他一聽到就很緊張啊 馬上正門課啊 他就自行宣布退選了 可是因為他退選 害本來跟他一組的 其他五個同學啊 這樣報告也寫不好 害五個同學被當掉啊 當場一失五命啊 太可憐了 因為主要是他們後來寫那個英文報告 我想說這寫這什麼英文啊 蔡英文 不過我講到這裡大家就想說 大學教授為什麼在講這個政治話題啊 我只好跟大家坦承啊 其實我並不是什麼陳俊泰老師啊 其實我是黃國昌啊 搶救一號黃國昌啊 講到這裡我好像要回去種我的太陽花啦 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好 各位 學期末了 總要開始評鑑老師了 那我們請我們總監 好 畢人我呢 其實也是這個 交通大學畢業的 好 我其實也是交通大學畢業的 已經二十多年前啊 沒想到我畢業之後 現在已經改名了 所以我對這個交通大學 有一個比較多的情感 尤其現在這個老師上台演出 就是讓我看了就覺得滿討厭的 然後在演出上面呢 就是俊泰老師的那個 台風是滿穩的 不愧是在那個大學裡面教了很久 不過是不是有點像補習班老師 謝謝 謝謝Social 那我們再請一位評審 我們請凱莉為我們評審一下吧 我覺得Social都講完啦 跟我想的其實差不多 但我就好奇的就是 俊泰老師你今天學生 有人來現場支持你嗎 沒有 那 我就覺得人緣欠佳 不過 你怎麼沒有跟學生說 來可以加分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好像 很像很厲害的 人笑話很強的補習班老師 然後很多順口溜 還有押韻 但是好像就沒有看到一個 你的觀點有出來 就覺得有點可惜 會覺得好像看一個很強的 那個中國脫口秀演員 欸 欸 他們很強欸 你們 你們 這是一種稱讚